今天我特别请到我们的字叫孙再阳先生 来帮我们大家上这个关于Microsoft Word 还有PowerPoint的使用 那我稍微介绍一下孙再阳先生 他是我们的阳明大学中医学知病研究所的博士生 那他的经历是非常的显刻的 在过去几年里面有担任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议会的兼任电脑讲师 还有巨匠电脑教育中心的电脑讲师 他曾经授课的单位 这个讲座来归下死人 比如说像总统监察院 保治院委屈部 法务部 国政总局 台北市政府劳动局 新北市政府 等三位的电脑老师 那他的专堂就是在教导 大家如何有效的来使用Microsoft Word OBIT系列的这些工具 来有效的 很快的来算计这些报告 那我们在这个直接的生涯里面 特别是在经历的生涯里面 需要 常常会需要写报告 那怎么样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 写出一个课文并茂 写出一个符合格式的报告 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我希望说各位同学 藉由这样的课 能够学习到层面非常重要的技术 使得说这些工具成为大家在这个职业的生涯里面 的一个很重要的制度 而不是造成大家的弹导石 所以让我们就欢迎孙在阳这个部教 来帮大家上今天这个课 大家早安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来跟各位聊一聊这个Word跟PowerPoint 这两套软体呢 我没有上过1000次 大概也上过800次 因为在我教学的这20年过程中 各大公家机关都请我去教这些相关内容 那如果说日后你没有任何问题的话 都麻烦你可以写信到我的信箱 或者是加我的Facebook 前面也是我的LINE 或者是直接打校内分机是6246 我的Lab在525 都欢迎大家跟我后续保持一些联系 那我在暑假的时候 也会帮阳明大学开售一些暑期电脑课程 那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也都可以利用暑假的时候来听一听 我们今天要来讲的主轴呢 可能是跟各位在公文制作是有关系的 那还有一部分就是关于一些简报 那简报怎么样去制作呢 我就先大概区分为Word跟PowerPoint这两部分 那我预计可以的话中间我们就不要休息 因为等一下我要赶去微软公司开会 那我们可以的话中间我们就不休息 你们就听一听 然后我们会提早一点时间下课 我们先来谈一谈在Word这套软体里面 它从虽然我这边写的是2010 但是事实上现在已经到2016版了 2010到2013有一些变化 其实各位如果说你针对你已经会了 Office这一套软体 也许是2010这个版本 那你可能要去听的是新功能 所以建议各位如果日后你们有机会的话 你就去微软公司 然后找这种新产品发表 就去补强这些新功能 这样你就变成一直不断在更新 你对Office的认知跟了解 好那在Word里面呢 我个人最推荐的就是常用底下 非常重要的功能叫样式 既然它是放在常用底下 那各位就要去思考了 这个样式代表经常被我们使用 如果说您使用Word没有使用到样式 那不就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了 好所以在这个地方 样式等一下我要花很多时间跟你们去分享 甚至包含假如说我今天我在这套软体里面 我已经建立好的样式 如何汇出到别的电脑 甚至如果说各位将来有机会去 那个到公家机关去工作的时候 样式是一定要统一的 而且呢 不管你是谁制作的 反正最后统一的样式 就只有一个版本 就像我们写论文 我们也是需要有一个同样式 所以我们在稍后作业的部分 也是希望说各组不管是哪一组做的 反正我样式就是长那个样子 好 那接下来我们还会跟各位分享 如何快速有效的制作出目录 还有像例如说 除了章节的目录 还有图目录 表目录 另外我们还会跟各位分享 就是三秒钟产生一份美丽漂亮的封面 而且封面只有一张哦 再来就是页马的制作 页马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好 那再接下来就是隐文 那我的教学方式会比较倾向 让你们看看我怎么做 而不是说好 我就这样讲完 这样的话 你们到时候作业 可能还是会遇到一些瓶颈 我预估 如果你们 如果你们可以 就是晚一点 大概最晚大概明天 明天的时候呢 我就把我们今天课程内容 就整个把它制作成影片 放在YouTube上面 你只要搜寻 搜寻 那个我的姓名 再加上 医疗资讯学吧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字眼 你应该就会找到这部影片了 然后呢 你大概一边看一边操作 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可能就可以把这个作业给完成了 好 这提供给你们参考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再看我其他很多的课程 因为我比较喜欢的是像 Data mining那一块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部分 什么叫常用样式呢 首先 不管是Word Excel 或PowerPoint的 其实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它叫做常用 所以我现在呢 我就举 Word来跟各位做一个分享 好 那各位大概可以看到 就是说 在最上面这个地方 是我们主要操作功能的地方 有发现哦 在2007版以后多了一个常用功能标签 常用 顾名字 就经常使用 既然是经常使用 我们每一个功能都要会用 好 那在常用底下呢 我们这里面哦 就会发现有一个叫做样式 那什么东西需要样式 因为我们 Word文件里面 无非就是文字 图表 好 这些构成 但是文字我们也一定要把它区分为 各式各样不同的样式 例如说 有标题一的样式 有标题二的样式 依此类推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观看一下 像例如说 这一个 这一个文字 这一个文字 我们就定义它为标题一文字 这个文字 我们就定义它为标题二文字 那相对的 这个叫标题三 标题三 错 这应该叫内文 当然你可以继续编下去了 如果你需要的话 你的章节可能会 有标题一标题二标题三 甚至到标题四标题五 我想到标题五的文件 已经算是非常 非常长非常长的一份文件了 那如果说 如果说我们今天 像例如说这样子性质的文字呢 我们把它也定为标题的话 那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我们就把它叫做内文 标题跟内文最主要的差别在什么地方 标题跟内文最主要的差别在什么地方 没有句号 等一下我就要去问 问六标 我最尊敬的黄同学 因为黄老师嘛 在中间有姓黄的同学吧 有 黄啊 OK 好 再来 再来 我们来继续来看一下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做第一件事情 一定要先把文章内容 先把它区分为 它是标题 还是不是标题 就这两种 那如果是标题的话 我们就要把它区分为标题或标题二 那我现在要打开 打开在2010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功能 简式底下有一个叫做功能窗格 这个功能窗格叫导览 导览 这个导览的目的是在做什么 方便我们去查找我们要去的 比如说张货结 好 那在这个地方呢 假如说我今天 我们从这边来去观看一下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目录 其实就是目录 那我现在要讲一下 针对这个样式的一些修改 举例来说 这里面我有 七个标题 像例如说 一 成功简报关键篇 二 工作管理效率提升篇 好 意思类推有三 这些都是标题一 如果我希望统一 一致的把标题一换成 例如说 绿色字好了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是透过样式来去做调整 怎么调整呢 举例来说在常用底下 常用底下 好 我们针对标题一进行修改 滑鼠邮件点选标题一 然后这边可以看到修改 修改这个选项 点下去之后呢 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字的颜色 例如说从蓝色 那我刚刚说改成 例如说绿色 好 确定 这个自动更新建议是打勾 自动更新的主要意思就是说 我今天我有七个标题一 一次要改就全部一起改 这就是自动更新的目的 好 那我们现在我刚刚游标是落在第三个标题一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第一个标题一就是成功简报关键篇 它已经变成绿色字了 当然我们有始有终的检查 最后一个 比如说这个商业智慧篇 它是不是也变成绿色字了 以后而后的操作一定要用这种方式 但是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您一定要先把每一个标题一都定义好 定义很简单 例如说这个 这个是标题二文字嘛 那怎么样把它定义为标题二 例如说本来是内文 因为所有的文字段落预设都是内文 那我现在呢 我现在就是说游标是这个地方 然后点选这个内文 它就变成一个内文样式 当我再点选标题二 那它就会针对我标题二的定义 然后直接套用相对应的样式 好 这就是定义样式 样式的修改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去观看一下 当我今天 当我今天这个样式呢 当我今天这一个样式 我在制作一个新的文件 我希望使用这个样式 或者是我希望去创造一个样式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们都可以再进行一些 不一样的一个设计 好 举例来说 在这个样式这里面 我们先回到这个地方 我们来谈一谈 汇入其他档案的样式 汇入其他档案的样式 是什么意思呢 假如说今天我去投稿 去参加一个 就是说那个 Copo Paper 然后我去投稿 然后这时候呢 我可能希望要使用别人指定的样式 那这个时候怎么样去把别人制作好样式整个套进来 好 那我就先开一份Word文件好了 这份文件哦 各位刚刚应该记得就是它的标题样式是蓝色 标题的样式是红色 我先把这份文件关掉不储存 看一份新的文件好了 针对刚刚的Word文件我就先关掉咯 那针对这一份新的文件 各位可能刚开始就打自己的标题 姓名然后接下introduction 然后那个material measure之类的 好 把这些打完 那我现在节省时间我就不打了 例如说AABBBCCC 那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文字是属于A01 A02 A03 好 那我就先把它定义为标题一 然后这三个定义为标题二 那这两个都是标题一 好 那可是你应该会发现这个样式跟刚刚你看到那个档案的样式 颜色是不一样的大小是不一样的 那如何我要用刚刚那一份文件的样式呢 就是在这个整个样式这里下 有一个这个选项 这个选项 点下去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发现哦 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样式列表在这里 这边样式列表 这个样式列表下面 下面有三个 其中我们要去做的是管理自己的样式 点选管理样式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发现哦 这里面反正就是 所有相关的样式全部都放在这里 可以方便我们去做管理 但是基本上我们 我们最常使用的只有这个汇入跟汇出 把我现在这个样式档 把它储存成一个DOT 获得的档案叫做那个DOC嘛 那样式它叫做DOT 这种负档名 好 那我现在因为我要汇入 别人已经制作好的样式 所以透过这个汇入来去完成 这个是我现在的文件 左边 左边视窗是我原始文件 那右边这个视窗就是 我预设要开启的样式表的那个档案 所以在这边我就先把 这边说指定的位置先关掉 关闭档案 然后接下来这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接下来我就去开启档案 打开这个档案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发现到 我刚刚要去找 我刚刚那个档案所在的地方 我是放在D磁叠机 这个医疗资讯学 好 那没有任何档案 不用紧张 再稍微等一下 你看哦 这边样式我们把它切换到 所有的档案 比如说这个地方把它换成是所有档案 然后接下来我刚刚是使用这份文件 这份文件 好 开启 然后接下来呢 我就把所有那一份档案里面的每一个样式全部抠过来就好了 怎么抠 那当然就是全选咯 拉到最下面全选 然后复制过去 全部解释 然后关闭 你会发现哦 我的标题变成这样子了 标题二 好 怪事 标题二怎么变红色了 因为这边确实看到这个是蓝色 蓝色是对的 标题二是红色 我再做一次 我再做一次 我说的C0 好 我用那个另外一个档案来把所有的样式整个汇入进来 所以在这边一样选到样式底下的管理样式汇入汇出 然后把这里的样式全部关掉 然后再重新开启 开启放在第一叠医疗资讯学所有档案里面的 我现在换一个换成这一个 稍微等一下 好 然后接下来把这里面的所有样式全部复制过去 不晓得不晓得为什么这边突然不是红色的 不过基本上这边做修改应该是可以把它改成红色的 例如说改成红色之后确定 我们这边变成红色相对的这边也会变成红色 好 那这就是一个样式一致的做法 所以这点请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接下来我们再来去看一下 除了我要汇入其他档案的样式 各位需要使用 再接下来就是针对一个长的文件 我们要做什么 我要做出目录 还有封面页 那如何快速的制作出目录跟封面页呢 所以我现在再重新打开这份文件 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制作目录的地方 这我们必须要先定义好 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做目录 但是我们一般都是把目录做在最上面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如何把目录做在最上面 首先 扛作加Home各位可能都会 然后接下来按一下Enter键之后呢 我们来去看一下 这个地方多了一个段落 因为我刚刚是从段落1 这个标题 第一个段落嘛 这是标题1 我按了一下 在前面按了一下Enter键 它这边就会多了一个段落 那针对这个段落我要放目录 放目录怎么做 在这个地方 各位 可能会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 为什么不是放在插入底下 而是放在参考 参考资料底下 好 各位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就是这个参考的意思 像例如说 像例如说我现在我想要去找资料内容 当我点选左边 左边 然后这个标题2 我就可以直接快速找到 快速找到这个文字的内容 所以相对这动作其实就是参考 目录它本身就具有这样子的意思 也就是说我当当我要去找资料的时候 是不是先翻目录 翻好目录我想要去什么地方 然后只要查到目录相对位置找到页 我就直接跳过去 好 所以它的意思是指说这边参考资料 好 所以我们先一样回到最前面去 然后直接点选参考资料底下的目录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叫做制定目录 点选制定目录 其实我们基本上都不用做任何的设定 预设的这种目录样式就已经很不错了 就直接点确定 这样它就已经完成了任何的目录 所有的目录 好 我们就全部都呈现在这个地方 那这点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当我们今天做目录的修改 好 举例来说 第二个 工作效率管理 如果我想要把那个工作 工作管理效率的管理两个字删掉 删掉之后呢 好 那我会希望内容改 目录要跟着改 不能直接 不要直接在目录里面改 目录可以改 但是你会乱掉 你会到时候会知道 会不晓得哪里该改 或是哪里要改 好 那我们接下来目录 这个地方 第二个标题的管理 是不是还在 我现在要做一件事情 让它就整个直接 变成依照我的内容来去做修改 好 它放在什么地方 它就放在制作目录的隔壁 这边有没有看到更新目录 好 点选这个更新目录之后呢 更新整个目录 它会包含页码 包含目录内容 好 点选 确定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现在是在目录的 目录的内容 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的管理两个字就不见了 好 甚至包含页码 它都会跟着我们去做所有的相关的修改 好 所以这个就是目录的部分 目录 那当我们今天目录做完之后 我们会想要再做什么事情 这份文件差不多做到这边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先做封面页 然后再把每页的页码来去设定好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 说封面页怎么做 其实它在2010这个版本以后 它强调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凡事效率是很重要的 尤其当我们日后在工作的时候 如何快速的借由两三个动作 就可以把整件事快速做完 好 那做完的方式 一定要记得两三个动作 那怎么做到这件事呢 首先封面页 封面页一定在哪里 在最前面 还是中间 任何一个地方还是在最后面 封面页一定在最前面 好 可是呢 有人到时候做出来的封面页 可能就不是在最前面哦 这提醒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可能你使用的版本是旧版 旧版 在新版里面它只能要求只有一个封面页 好 举例来说 我现在我游标 例如说若在 这现在不是在最前面吗 好 我看我们来检测一下 Word它能不能自动帮我们判断在最前面增加一个封面页 例如说插入底下这边 它可以插入一个封面页 既然这封面一定要在第一页 所以我们就点选封面页 然后看各位喜欢哪一种封面 好 那例如说比较喜欢这样子的一个封面 我就点下去之后 我现在把显示的比例缩小给各位观看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它一定做在第一页 你再把相关的标题文字改掉 还有像专题报告的名称 姓名 好 这些改掉 好 那相对的封面页完毕之后是不是就是目录 目录完毕之后是不是就是内容 好 那我们现在再来去看一下 那关于那个封面 还有一个衍生问题就是说 如果我要改封面怎么改 好 如果我要改封面 那像刚刚我有教那个 制作目录的隔壁就是更新目录 那封面页在这边 因为它有一个性质 封面页只有一页 所以你就再重新做一次封面页 就是修改封面 好 可以了解吗 我们再看一下 例如说我现在一样随便游标在任何一个地方 例如说 我现在点到了标题一的第七节 这个位置绝对不是在封面了 那我们就直接做插入底下的封面页 我就随便换一个封面页 等于是说我重新制作一个封面页 例如说我做这个好了 做这一张图片的封面页 好 点下去 那你会发现 它是不是就直接把第一张的封面页换掉 换成什么 换成我后来选择的 你再把标题跟专题名称 还有像例如说姓名打上去 OK 这就是封面页 你这样看一下 我们从头到尾来去看 大致上的编排已经完成了 但是我们接下来可能还不够的地方是 我们会有图目录 因为现在看到的是章节目录 如果我希望说再增加一个图目录 那怎么增加图目录 还有怎么增加表目录 所以我现在呢 要跟你们继续来去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像例如说刚刚 刚刚参考资料里面 目录 目录这边就是自定目录 但是他不能够做图目录跟表目录 但是我们在写论文的时候 在写自己的学位论文的时候 一定会有做了很多很多的图 那这些图要怎么做 他一样是在参考资料里 可是您看一下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叫做插入标号 插入图表目录 这些东西他都归类在 就是说标号这个定义 好 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我们首先 首先 我们在制作目录之前 我们是不是要先把各个文字的部分 编排好 它是属于标题还是标题二 然后我们再把标题文字 截取出来 放在目录里 对 不对 对 对吧 对 OK 那相对的 我到底要抓哪些图 建立我的图目录 例如说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 这个图 我就要先把它定义好 标号 就好像说 我刚刚在做那个 把文字先区别 它是不是标题的意思是一样的 所以相对的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可以把它定义为 例如说图1或者是figure1 然后最好是把那个图的内容写出来 好 例如说怎么做呢 首先点选到这张图 我其实之前已经定义好了几个 例如说figure1 这个叫做table1了 table1 然后接下来这个就要自己 它就要跳出来 它叫做figure2 然后figure3 那我们就再做一个好了 好 比如说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是我们另外一张图 然后我们就直接来去做参考资料里面的插入标号 这个标号里面呢 这个标号里面请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说你今天你希望它 因为后面你的说明都是中文字的话 前面你就不希望放figure 好 这个时候你可以新增标签是在这个地方 好 那我现在呢 我是直接用它预设的figure 它这边有很多种 它这边有那个figure 然后table 好 甚至还有方程式 那我喜欢是这样子就后面加一个点 做一个区隔 做一个区隔 好 比如说这边我们介绍的是其他smartart 好 所以我就直接输入 然后就直接点确定 然后这边你就会发现 这张图的下面 它就多了一个 这个标号 好 接下来呢 我每一张图下面 我都已经有了标号 那你就要自己慢慢去做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是不是可以在所有目录的地方 假设我就继续做好了 继续做在这边 例如说放一个图目录 然后接下来呢 我会希望说直接把刚刚做好的目录全部带出来 对不起 刚刚做好的图标号全部都带出来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我就点参考资料 那这边有一个插入图表目录 那既然它可以同时插入图 也可以同时插入表 所以这边你要选对 你要 例如说现在我要插入的应该是哪一个标题 好 当然就是图 图 是figure 那如果等一下你要制作表 那你就记得这边一定要选选择table 好 那我接下来我就点选figure 按确定 刚刚做好的 刚刚做好的那个图的标号 全部都放在这边了 那相对的 一样可以做修改 一样可以做修改 那修改的话 你可以点这个更新目录 也可以用滑鼠右键 去进行目录的修改 记得是在哪里 要在文件内容里面改 不能在目录里面直接做修改 这边可以直接修改 你这边直接修改123 但是它下面那文章是不会修改的 所以这点要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 图目录做完之后 那还有表目录 好 那我们就直接点选 这边有一个插入 图表目录 记得只要把这个标题编号改成table 前提还是要您手动的把那些表 分别是什么标号 然后去做完 直接点选确定 那各位在制作的过程中 这个编号 如果说你今天 你去做一些变更 例如说你把第二张图删掉 它会自动帮你把那些标号全部完整的去调整 所以这点的话还算蛮聪明的一个修改 好那讲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跟各位的作业很有关系 而且将来您在制作论文的过程中 经常会使用到这些功能 为了鼓励大家一下 我们的其中的作业 两个作业 用到越多这些word 自动化的功能的 每多用一下 就会有加分 我想呢 word的这些功能 最好的地方 就是减少大家去打的机会 虽然说刚刚孙在阳先生 孙在阳博之生讲的步调讲得很快 但是我想或许同学从里面 已经可以抓到一些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只要你是根据word的规定 来制作你的图 制作你的表 来解章节 当你要制作目录的时候 都是用点选的方式 就可以做得出来 点一下 就可以立刻把数十页 分布在不同页的这些章节的标号 这些图的标记 在瞬间就可以整理全部 所以这个就是word 它有一个非常好的功能 我自己呢 在研究生的过程中呢 一本是台大资讯器毕业 到我们生物医学资讯所 来研究 来研究班的研究生 我曾经看到说 他把它写完了 大概一百页的论文 大概有五个章节 大概有数十个这种小节的这样的目录 用披印的方式 然后用点点点 来标示这些目录 在这些标题在哪一页 但是他并不会使用像word这样好的功能 所以我想为了鼓励各位同学 去用这些自动化的功能 我们的特别安排 在我们的作业 只要鼓励用一个这样的功能 它就会有额外的加分 讲一个笑话给你们听一下 应该是你们的学长 就是因为我们实验室有一位就是在北荣的极等式医师 他亲眼看到那个实习生 就是你们的学长 然后在做Essal 因为他做一个统计 做一个简单的计算 例如说123他就打在Essal里面的A1这一个 然后他想要加多少呢 加456 好他打在A2这一个 接下来做什么事 接下来他只想要把这两个数字加起来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他做了什么动作 拿计算机 你怎么知道的 还是你就是这样做的 OK 记得 记得如果你们以后有什么电脑 是 谢谢你 拜托这个麦克风以后只会不要拉 我已经两次没有用麦克风了 好 然后真的 我那个学弟看到是蛮傻眼的 好 不过不管怎么样 我们现在如果大家都没有问题 我们就继续来观看一下reference的部分 reference的部分呢 微软这边他也提供了一个还蛮贴心的设计 好 首先 首先如果说各位拿到要引用的reference的话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直接去做一个参考资料 一样是参考资料 然后插入引文这件事 插入引文 那相对的 第一次我们在做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是新增来源 所谓新增来源的意思就是把这篇论文里面 这篇论文里面 一些我们在放reference 需要放进去的资料 把它收集起来 放在这里 像例如说 这边大概只有作者这部分需要讲 其他你都是用复制贴上 好 例如说 作者这边他要求是一个一个慢慢打 好 例如说我们就直接点选编辑 您到时候实际做你就会知道 这边真的是要一个一个慢慢打 好 然后就直接点选新增 这样就放进来了 确定 只有姓名这边 没有办法让你就是整个复制贴上 所以这里要请各位稍微注意 那剩下这些就相对的 我想还蛮容易制作的 那我们就直接来去看一下 我之前已经打好的 好 例如说这一个 当我要去使用的时候 好 使用方式在上面 例如说我要在这个地方 我要去使用这论文 我就插入引文 然后直接点选 我已经建立好的引文 就点一下 他在这边 他会呈现我指定的APA的这种样式 APA 目前他所使用的是第600 那接下来呢 那在下面这个reference的部分 我们应该要怎么做 做法 做法就是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叫做书目 书目 在英文的翻译这部分 我还是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们不管台湾每一台电脑打开 通通都是微软的产品 在使用的密度上 台湾一定是number one 但是 但是在整个全球的市场上有例来说 台湾这真的只是微软公司的小小小小 可能非常不起眼的客户 这样可以了解我在说什么吗 所以只要是中文化 他全部都是找大陆人去翻译 也就是说我们是先拿到大陆的简体版 然后接下来大陆人负责翻译 他们就用地球春梅语 直接用他们习惯的一种语言的一个方式来去做一个直译 所以相对在这个地方他就不叫参考 他就叫例如说书目 接下来书目怎么制作 在这个地方书目 然后点选插入书目 我就会把所有我曾经建立好的印文 全部都放在这个地方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自动化的使用 这样一份文件从头到尾就整个都做完了 讲到这边 讲到这边我还有两个重点要跟各位做分享 我们先来看一下 先来看一下这一份文件 这份文件在第一个标题这个地方 其实当你今天做完文件的时候 标题一它一定是伴随着上一个段落接续 可是你看我这边每一个标题一 它都是从新的一页开始 尽管这边还可以塞得下去 它都不塞 比如说这边标题一 你看这上面还空了一大堆 你看这个三会议管理篇这个标题一 你有没有发现距离蛮远的 OK代表它不是接续上面一个尾巴 好所以怎么样做到这件事呢 要做到我们要统一一起做到这件事 我先把这个功能关掉 你们大概就知道 这件事要怎么做 举例来说我现在针对这个标题一 好那要进行样式的修改 所以回到这个常用底下 这个标题一进行修改 进行修改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我们针对标题的修改 所以格式段落的设定 要去做调整段落 好那各位 这应该是属于我每一个标题 要从新的一页开始 所以它是跟分页有关系的设定 所以点选分页设定 分页设定 然后里面记得段落前分页 就是这个选项 也就是说在我这个标题 这个段落前面 我就直接跳到下页去了 段落前分页 好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我先把它关掉 你去看 按确定 确定 你会发现这个标题 它是接续在这个样式的后 目录的后面 然后这个标题一 也接续在这个 上一个标题 最后面的内容 直接接续在一起 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就 好像我们在制作这个文件的时候 就不便于阅读 您知道我的 对不起 您知道我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做到便于别人来去阅读这份文件的目的 所以相对的 相对的 在这个地方 我们一般都会把标题一 甚至标题二都是从新的一页开始 好 那 所以我还是把它修改回来 改成 这边格式段落 然后分页设定 记得段落前 分页 确定 确定 你看哦 现在有任何一个标题 一 前面 是断开的 这个会议管理篇 好 是断开的 那记得 我们做完这件事的时候 我们的 我们的样式 像目录这个部分 可能就要需要更改一下了 这边要请各位提醒一下 稍微注意一下 好 那我们接下来 还有一个重点 还有一个重点是 特别要提醒你们的 因为我也曾经看过 看过 有些学弟 他在制作学位论文的时候呢 他是怎么做的 接下来我想要跟你们分享的是 这件事 插入页 插入页 好 各位 当我们今天来去看 现在这样子一份文件的时候 那我们可能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说 蜂蜜页是没有页嘛 然后蜂蜜页完毕之后是目录页 目录页我们当时从 一开始定义这个页嘛 然后内文区也是从 一开始定义这个页嘛 那为了区别 区别 所以我们会把 会把 目录页的页嘛 变成 I 这种形式 就是那个 小写的罗马 数字 好 那个样式 也就是说 第二页它就是 I 好 以此类推 所以怎么样做这件事情呢 这就是一个样式的定义 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必须要使用版面配置底下的分格设定 而且要做的是分节不是分页 那在这个地方我要分两节 因为封面等于说是一节 目录也是一节 然后内文就是一节 如果您的reference 又有另外一种页嘛的设定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就是变成新的一节 那这样就会有三个节 那在这一份文件里面 或是我们经常看到文件 reference它都比较常看到是继续跟着就是文章的最后面直接呈现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要特别强调就是说这个地方要建立一个分节 而且是哪里呢 这一页的最底 最下面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如果说目录 目录我也可以在这个地方建立 但是事实上最下面这个地方你不好找那没关系 我就直接在目录的最前面去做分节设定 好 例如说我以这个范例来去跟各位做分享 好 稍微缩小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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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在目录的最前面 目录的最前面 这个地方 好 那我当然就要去插入一个分节符号 所以在 在板面配置 那这边也许您会问说 为什么是板面 又不是插入 在这个地方 以前 微软公司 他在制作那个软体 规范的时候 其实我们这边 本身都是有写软体工程的一个规范 然后这个规范呢 早期我们是用插入 是一种直观的想法 插入一个分节符号 但现在不是这样子的想法 现在我们要去思考 就是说 它跟板面的配置是有关系的 举例来说 我在适当的位置 插入这个分节 可以做到那个夜码的控制 所以他会认为 这边应该是跟排版有关 而不是跟插入外来物件有关 所以这个地方您就可能要去思考一下 那有些像图片 还是放在插入这个功能标签底下 因为它是外来的 那可是跟版面配置有关系 它就必须要到版面配置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插入分格设定 底下的分节符号下一页 好 那接下来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我也可以去设定 设定 插入一个分节符号下一页 那如果说你要看到这个东西 看到这个东西的话 您必须要把常用底下的这个图示打开来 这叫做显示与隐藏 显示与隐藏 好 那这个显示与隐藏 主要是在做 就是说这个符号的显示或隐藏 在这里 常用底下的这一个符号 显示与隐藏 显示什么呢 显示enter 还有定位点 显示那个enter就是段落标记 然后 或者是把它隐藏起来 那 您看一下 在这边我是不是就分别定义好了 这个 这边 好 这边就有一个分节符号 然后接下来 我们在制作页码的时候 我们在制作页码的时候 我会建议是从 那个内文这边 编排好 也就是第三节 我先编好页码 再编第二节 再编第一节 因为到时候您会遇到最多问题 几乎都是这边 好 那 建议各位也可以参考一下 常见OBIS 我的影片里面有一个常见OBIS问题集 里面 就有一些是在讨论这个页码的部分 好 那 还有一种 很笨的方法就是 假设十页的文件 十页码 那你就分别打十次 然后让那个页码在各个不同的地方 有的你会觉得它就在中间 其实你仔细看到时候这页码会随着你 你调整的过程 如果说现在做成100页 你就会发现那是一个很痛苦很痛苦的事 记得一定要用我现在教的这种建立的方式 好 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 我说从第三节开始做这个页码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当然就是去做那个插入底下 插入底下的一个页码设定 页码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设定到页面的底端 页面的底端 然后呢 假设我就选择在中间的位置 中间 好 点下去之后呢 我们现在先来去看一下 它一定是先请我们去设定 设定 比如说我们总共有三节 总共有三节 所以我们不改页首 我们只改页尾的部分 你会发现没有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我们已经预设好一个页 因为他知道这一页叫 黄同学 还有 有没有再次我们姓杨的同学 我也很尊敬 有没有杨同学 杨同学 杨同学 没有 黄同学 汪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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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 最近常常下 OK 好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这边它是用0不是1 封面不是 页马应该从1开始编 对不对 那为什么 为什么这一页它是从0开始编 好 因为 因为 因为它是封面页 封面页是不编页 既然它不编页马 它既然是不编页马 它为了要让下一页从1开始 好 所以它这边它就只好把自己定义为0 当然 在这个地方你不能把这个0删掉 现在不能 现在不能 因为它有三节 第二节 会继成第一节 好 你现在把第一节页马删掉 你到第二节去看 没有页马 你是不是要重新插入页马 重新插入页马 你又回去再重新从前面开始定义 那不就变成一个无穷循环 都在做白弓 所以我们从第三节的页尾开始编 这样可以了解 不要从前面开始编 我们从第三节开始编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三节这边 第三节这边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页马 这是页马 页马部分 这边会发现有一个叫铜钱 铜钱我们在写成事的时候 它叫继成 好在这边连结到前一节 请把它关掉 就是我现在这一节所做页马设定 跟前面那一节没有关系 好 所以接下来我就把这个内容 的页马重新来去赋予给它 例如说页马格式 我用123 然后接下来我不要接续前一节 我从1开始编 确定 好 那接下来这是第三节 这边有看到第三节的页尾 2 3 好 所以第三节编好了 那相对的第三节编好之后 是不是在巨编第二节 好 所以我们回到目录这个地方 目录这个地方呢 铜钱记得要关掉 关掉不是点它 是点这个连结到前一节 连结到前一节一点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这个是 就是这个地方哦 我们的一个编排的方式 页马 我们会希望它的样式是属于那种小写的罗马字 就是这一种 i 然后呢 因为 因为 请问那个罗马数字 罗马数字的0怎么表示 他刚刚不是跳出一个视窗 他说我们只能从1开始 不可以从0开始 这样可以知道我在讲手吗 好 所以 所以在这个地方 记得要把它从1开始 所以它这边就呈现 小写的i 好 确定 好 那接下来 你不要忘记节1 节1的页马 删掉就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节1的页马 请问 节1的页马 有没有铜钱 没有 对不对 你们都不太喜欢说话 是不是 可是将来有人不知道说话吗 要记得要 要问病人很多事情 对不对 好 记得 把这个 因为它是封面页 封面页 没有前面 所以它不可能铜钱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直接把这个0 直接 删掉 这样会被影响到第二节跟第三节 不会 因为 后面的节我都把铜钱关掉了 好 关掉之后呢 我们就直接把这边 关闭页首页尾 我们下来去观看一下 我们从最前面开始看好了 封面这边应该没有页马了 这边没有页马 接下来这是目录 目录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看到1 稍微放大一点给各位看 那个I 跑哪去 这I 对不起它这边好像 好像那个 缩小一点来看 这个铜钱 因为它分 它分第一页的铜钱跟第二页的铜钱 基数页的铜钱跟偶数页的铜钱 我刚改到这边 这边没有改到 所以我必须要把这个铜钱关掉 然后记得 这边插入的页马 页马 底端 这边看到是那个I 然后这边看到的是II 然后这边是1 好我们再去看一下 所以封面页这边 封面页 封面页 是没有页马 然后接下来目录 目录 目录页这边有一个小写的I 小写的I 甚至有人还把它改成写体 写体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地方是II 就第二个目录页 好接下来呢 这边 这边就是内文区 内文从E开始编 这边 1 然后 2 依此类推 所以现在 现在我们 我们的 这个目录 目录 最后一件事情就是 记得要把目录 改掉 好 这边我们希望看到的这个目录 从几开始 一定要从1开始 从1开始 怎么样从1开始 更新目录 所以直接 直接点 或者不点目录都没有关系 参考资料 这边有一个更新目录 然后更新整个目录 然后这个页马 就会随着您的 刚刚那个页的定义 然后变成正确的页马 好 这样子才算一份文件的完成 各位 在说 将来你们一定会遇到一个情景 就是说你要收集 各个单位 汇整的资料 到时候 你一定要把这一招学会 你的样式 样式才能够达到一致性 而不要说 就是 就是 每一次 每一次就是说 你在整理出来的样子 都不一致的时候 会让就是说 文件的统一化 没办法完成 这其实不太好的 好 我的部分 暂时就介绍到这边 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的话 都欢迎你们 在写信询问 好 那我们接下来 就要介绍另外一个主题 就是简报制作 简报是PowerPoint的里面 是Office2010 改最多的地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现在举这个例子 跟各位分享一下 就是说 当我们今天 当我们今天 在制作一份简报的时候 在做这份简报的时候 绝对不要给别人 看到很多很多的字 最好是用图 最好是用图 我还记得 就黄老师在教我的时候 他就说 反正你就把那些图 全部都烙印在你的大脑里面 好 然后 看到这么多的文字 会让别人 那个眼睛 产生视觉疲劳 所以其实我们在简报这边 我们有一个很基本要求 就是7 11 24 最多7列 最多7列 然后1列 最多11个字 然后整个里面最多不要超过24个字 我就讲7 我不想要各位知不知道这件事情 假设我今天 我新增一张头影片 这个地方 这个项目 我是用预设的 所以我们来去看 AA 这第一项 最多7项 最多7项 DDD 1 好 最多7项 最多7项 你看 当我今天 当我今天 在多打一项的时候 H 你有沒有发现 这个符号就跑出来了 这个符号跑出来 他就希望说 你要不要把这很多项目 干脆把它变成两页 变成两张头影片 你看 例如说 分割 分割两张头影片 他就变成 这边是一张 这边是一张 好 这就是7 7 其实 我之前是参考 有一个简报王 主导圣太郎 那个教授写的 还有一个简报 plus 美国一位大师写的 所以 提供给你们做参考 好 那接下来 接下来不要那么多字 那要把这些字 放到什么地方 放到这个备忘稿 然后你要想办法 让你的老板 或者是你们在做简报的时候 看到这个备忘稿 好 如果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 应该很多人都会 如果你不会 我提供给你 你可以跟我来信索取 就是我刚刚那一份文件 OBIS 2010的TIP 40招 就是你大概只要学会这40招 你日后你的作业应该会 没有很大的问题 好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看一下 我们 把标题字留下来 那个内文字放在备忘稿 好 接下来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直接快说 把这一份文件 让它变成美丽 漂亮 好 给外行人看的 还有 还有 专业 给老师看的 OK 如何 三秒钟内 达到这件事 它 就是 smartart 这在2007版以后很重要的突破 所以 一定要交 好 滑鼠右键 针对这个文字 这边就有一个转换成smart 那请问一下 转换成smart 一定是很常用的功能 所以它 会放在哪一个功能标签底下 会放在常用 还是插入 还是设计 常用 你要记住 常用底下功能 你一定要会使用 好 点选了转换成smart 这边有非常非常多种smart 给你们去做参考 你要去找到适合的 例如说是 竞争的 对比的 或者是 那个 具有相关意义的 形式 好 那例如说我现在 我们 我简单介绍这个专案概说 把它变成一个 条列式 然后接下来 你可以调整这些字 大小 例如说 把它放大 变成 上下排 两个两个上下排 好 或者是说 直接变更一下 颜色 而且把这个颜色 变成 例如说立体的方式 来去呈现 你看 这跟刚刚的感觉 是不是就差了很多 而且 不花您太多的时间 记住一件事 我刚刚说 我刚刚说 让简报改头换面 因为 通常你以后 在制作简报的时候 会是这样一个情形 五分钟到十分钟 而且你老板给你是一份 Word文件 他就直接跟你讲 快快快 十分钟后 我要去开会 我要去见总统 我要去跟主任报告 请问这个时候 你要是可以像救火队 帮他做完 他是不是会觉得 你是他的得力助手 而且事实上 就算你不是 你也必须要想办法做出来 他一定会 而且 他会直接坐在你旁边 盯着你 叫你赶快做完 你要知道那个压力是怎么样 好 我真的都看过 所以我们总统府 他还请我去 教十分钟 完成漂亮专业简报 的求生术 他们是这样子开这种课程 真的 十分钟就要去完成 而且是从 Word文件 Word文件 我真的不骗各位 所以这一招你一定要学会 还有像例如说 我们Word那些文字 标题文字 不是都打好 一定要快速的转到 简报这边 好 我现在说的都不是历史 因为现在大家都要当 两三个人在使用 好 而且你要 这些电脑技能全部都会 全部都会 而且 而且 他们都还 主管都会说 因为你不是都去上过课了吗 你上过的可能已经是很久以前 2003版 可是他就不管 他就说 我现在就是要去开会 你就必须要赶快帮我做出简报 好 接下来 这第一招学会之后 我要回归到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功能改变 这边有点 划重取宠 可是你要知道 就是 微软公司一直在美工这一块 竞争不过Adobe公司 我最早在中原大学 20多年前在中原大学教书 那是因为我有一张 Adobe Photoshop 3.04 是 我不曉得各位 那个时候 不好意思 你们可能还没有出生 好 现在已经到了CC这个版本 可是我必须要强调讲一下 那时候有一张国际正道 全台湾不超乎五张 好 所以才能跑去中原大学教书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 微软公司一直在美工这一块做得非常不好 可是等一下 也许会让你有一些感官 首先我们现在来看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这一张图片 这张图片 对了 我要介绍一下那个智慧型标签 你看 像刚刚我们现在游标功能标签是落在常用 然后当我今天点一下 它还是在常用 它不是在图片工具 可是这个智慧型标签是指说 当我点到它 右上角这边会出现图片 如果我点到是表格 右上角这边就会出现表格工具 好 快速点两下 它才会跳出这个图片相关工具 那所以图片的使用 就是物件的使用 记得是点两下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图片 这个图片 我会希望把它做成移除背景 然后把这个小女孩 然后跟这张图片结合在一起 那以前我们去除背景 怎么去除 影像处理软体 对不对 不管是Follow Impact Follow Shop 我要推荐国人 请你们日后尽可能的使用 国人自制的产品 然后Follow Cap 因为 因为真的 接下来政府机关或学校单位 可能也没钱去买这些软体了 好 你们到时候可能就必须要学 而且是自修 自学 叫Open Office 好 因为行政院国发会已经下达这个命令 就是以后不再买微软的产品 就是以后不再买微软的产品 可是阶段性就是要去多学这些免费的 好 那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没有钱去买Photoshop 没关系 国人自制的Photocab 还蛮好用的 然后接下来呢 针对这个影像 我们在2010版以后 它就可以不用再透过别的影像软体了 好 我们来看看它怎么做 我先把它稍微放大一点 因为我要去背嘛 好 所以我就快速点两下 针对这个图片我要做修改 然后接下来呢 第一个功能就是移除背景 点选移除背景之后呢 我把小女孩的上下左右定义好 上下左右定义好 好 然后直接点一下 然后呢 下面移到最下面 左边 左边移到左边 右边再稍微往右边调整一点点 OK 你有没有发现 我只是定义好 我只是定义好 上下左右 然后呢 直接点选保留变更 那这边啊 这边啊 这边再把这个小女孩担上去之后 你有没有发现 是不是就 做完了影像合成 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过一部 那个维电影 去除人生不必要的第三者 那个 华硕的 ASUS的手机 只要你点一下 某一个你要去掉的路人甲路人甲 就去掉了 这样可以知道我在做什么吗 当然能看到这个功能的时候 不会觉得 哇 没有这种感觉 好 因为现在已经2016了 我懂 好 可是如果你在2010 你知道 就是那个时候我在 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会议室 在做这个产品功能的时候 台下惊叹声四起 2010的时候 当现在已经2016 好像也 也还好了 可是 可是我觉得说 你要知道当时能够做到这件事 我觉得已经不错了 好 我们再接下来去看 我建议各位 因为我教美工教了 教了20多年 所以我真的希望 你们放在 脸书上面的图片 稍微做一点修改 什么叫做修改呢 举例来说 这边旁边不是有一些校正吗 好 像 像我们在 针对这个小女孩的部分 我们去做一个色彩 色彩 例如说 可以针对那个 它的饱和度 稍微调升一点 然后 刚刚我是针对下面这张照片 然后 这张照片 我也可以针对色彩 做一点 饱和度的调升 你看一下 就是 可能这边您看不出来 可是事实上 那个脸 脸 蟲比较 蚕 灰色 然后变到 例如说 稍微黄一点 红润一点 好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 就是整个看起来的颜色都 饱和起来 然后漂亮一些 好 然后你再把这张照片上传到 比如说脸书上 然后公布 让你的朋友去点赞 OK 希望你们 上传的图片 稍微做一下这件事 好 图片 图片可以做到这件事 但是接下来我要介绍影片 图片这边已经做一些修改了 那影片呢 你去看一下 针对这个影片 针对这个影片 它是 你有没有看到一些很特殊的地方 什么地方特殊 它就是影片在播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那个心形 心形 你以前看到的影片 是不是都是长方形 对啊 结婚的时候 然后要不要把它改成心形 要把那个从初恋 然后到结婚 甚至你还 你就算不会做影片 没关系 它输出的时候 这个PowerPoint 它就直接问你说 你要不要把它输出成影片档 每隔几秒钟 然后跳一张投影片 然后它最后就变成一个 MP4的影片档 好 那我现在要讲说 这个心形 只要你要结婚 或者你要展现说 你的那个 你情目的一个对象 你是不是都可以把它形状改成心形 这就是一个新功能 但是其实这新功能 它只是把外框改变 所以我们来看看 如何做到这件事 好 那首先我当然要先插入一个视讯 插入一个视讯 所以我这边就直接点视讯 好 我电脑里面 微软公司一定会给我一个 那个预设的影片 那我就先把它插入进来 我们来看一下 把这个视讯缩小一点 好 这个视讯它现在是长方形 长方形 所以我要修改 对不对 好 那请你们来去思考 第一件事一定是点两下 对不对 就针对这个影片 快速点两下 快速点两下 这边是不是有格式跟播放 因为跟这个影片相关的工具 那当然就是格式跟播放 好 所以我应该要点什么呢 应该是格式 因为我是要把那个形状改变 那就是格式的修改 好 然后接下来呢 这边是不是从左到右 很多很多 其中要看的就是这个 影像图形 改成星形 稍微比例改一下 可以吗 OK 那我们来去播放看看 当然应该是要这样播 这样知道我在做什么事吗 好 那这样子一个功能改变 这样子一个功能改变 我觉得这还好 可是我觉得更棒的一件事情 就是它可以直接在里面 进行影片的剪辑 好 影片剪辑软体 很多很多 举例来说像 威力导演 魅力四射 会声会影 那这些 这些影片处理的软体 几乎都是要钱的 好 现在呢 2010之后 它干脆你就直接在里面剪 就不需要再去把档案 然后再搬到别的地方 然后再从别的地方 再去做一些处理 处理完毕之后 你总要保留原本的影片 然后还有剪辑1 剪辑2剪辑3 依此类推 这样变成很多个档案 干脆它就直接让你在 powerpoint里面 就可以去做影片的修解 那我们来看看怎么修解 好 那一样 如果我要去做影片的剪辑 这部影片 快速点两下 然后这边有格式跟播放 所以您觉得影片剪辑会在什么地方 应该是在播放里面 播放里面 这边就可以看到一个叫做剪辑视讯 剪辑视讯 就只有两个按钮 你看这个图示 时间轴跟两个图示 一个是红色 一个是绿色 绿色代表开始播放 红色代表停止播放 所以我就把这个绿色 绿色拉到我想指定的地方 我们先看一下 一刚开始是马这样跑 然后接下来是鸟 好 然后接下来 假设我想要剪这一小段 这一小段 好 然后 其他我都不要 所以我就先 先把游标移到 移到这边 然后红色呢 移到 这里 好 确定 好 你看一下 当我今天去播 就是播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是不是点播放 它就只有这一小段 它就只有这一小段 好 那事实上 原始的影片 并没有被我们裁剪 原始的影片 并没有裁剪 好 那我们现在只是针对 插入进来的这个物件呢 记录 它要开始播跟结束播的位置 然后它只有呈现那一段给我们 好 所以接下来 各位应该在这边不能去理解说 柔软公司针对一项图片 影片的修改 直接让你在软体里面就可以制作 不需要再借由别套软体 好 相对的我想这样子的一个功能设计 应该还值得给予它口头嘉奖 但是它的价格一直都不被我们所公为 这也是事实 好 参考一下 OK 那 那 那接下来我要介绍 PowerPoint的里面最重要一件事情 绝对是抹片 抹片 好 那其实抹片一点都不难 可是一样要记住 抹片就是为了一致性的设计 一致性的设计 什么叫一致性的设计 例如说 那个上面的方块 例如说标题区 标题区域我就是要用微软标台体好了 然后下面的一个区域内容区块呢 我希望用微软正黑体 那我们只能设一次 而不能设很多次的情况之下 如何做到这件事 好 这就可以透过抹片来制作了 好 然后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什么叫做抹片 例如说 我现在开一个 开一个新的档案好了 好 好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就直接建立一个 好 自我介绍 好 您看一下 在这里 我已经打好了几个标题字 我已经打好了几个标题字 这个标 这个标题字预设是什么 全部都是 就是 例如说 看一下 星系名体 那 星系名体 这也是星系名体 有没有办法就是把这些标题 一口气全部都改掉 或者是那个 下面这一个地方的文字 也一口气都把它改掉成 同一种样式 当然可以 那就是透过抹片 所以检视底下 投影片母片 好 例如说 在这个地方 你要区别 就是说 这一页是管所有 投影片的母片 那 这一页呢 是针对这种形式的母片 好 例如说 我在这个地方 把所有的 标题 文字定义好为 例如说 标凯体 标凯体 好 看一下这已经变标凯体 然后请你点这一页 你会发现 这边已经变标凯体了 接下来 还有这个地方 也变成标凯体了 所以相对的 相对的 当我投影片母片 关闭母片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 这个地方一定变成标凯体 这个地方一定变成标凯体 这样子的一个使用才是正确的使用 因为我刚刚已经告诉各位就是说 5到10分钟你要完成一份简报 所以抹片 针对自行 要统一做设定 因为 因为在公交机关喜欢 就是他们喜欢看的东西 你的主管可能年纪比较大一点 他就喜欢看标凯体 如果长官年纪比较轻一点 他比较喜欢看是 微软的 就是 正黑体 就是不喜欢看 新性明体 所以这点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好 那相对的 相对的 除了这种自行的设定 还有像 例如说 页码也都是在母片里面做设定 例如说你要把页码搬家 好 例如说再插入这边 页手页尾 头影片编号全部套用 然后呢 我希望那个页码换位置 那当然要一起换 而不是说一页一页在那边慢慢换 甚至我还看过有人 因为不会换 所以他就直接在每个页的这个地方 把一个黄 白色的 白色的一个区块 然后盖住之后呢 再把这个地方插入一个文字方块 一页一页这样挡 那万一他今天 从中间 例如说总共50页 他从第25页插入一张头影片 那后面是不是26到50页要重新再做过 想到都觉得好累 而且呢 一定会有很多的苦劳跟疲劳 像我绝对 我绝对就不会想要跟黄老师讲 我昨天多辛苦 其实一定是用错方法 还不如说赶快问一下 黄老师说 有没有什么更快更好的方法 这样我可以节省很多很多时间 这样可以了解吗 就是我的分级号码 几号 不记得了 再提醒你一次 校内分级哦 6246 6246 真的 鼓励各位同学一下 我们第二个作业 用PowerPoint做 如果有用到这些功能的话 每用一项多加分 每用一项就加分 第二个作业呢 会是期望各位各主同学呢 要针对现在市面上 已经有推出的 不管是免费或者是要钱的 健康照顾的APP 要去写它的使用说明 要去做调查 要去说出它的优点缺点 我们这个作业 就期望各位同学 用今天春晒阳塑料 为大家介绍这些PowerPoint功能 好好的做一套漂亮的头影片出来 每多用一个刚刚介绍的功能就会加分 好 最后一个主题了 因为我刚刚挑几个 我觉得PowerPoint这边一定要认识的功能 那这个全球广播呢 它很棒 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实做 因为如果 你日后你在做这个全球广播的时候呢 就是大家就好是在世界各个不同的角落 跟你来开线上会议 达到全球广播的目的 那也就是说 微软公司希望您将来开会 干脆就直接在PowerPoint的环境之下 你秀出你的简报内容 让全世界各个想要看到 听到你的声音 看到你的简报内容 直接在同一个平台 这样子可以方便大家都去使用PowerPoint 那我们来看看到底什么叫全球广播 我以一个实际 实际来去介绍一下 像这一张 现在的这个内容呢 其实等一下你会看到我只有花了两张头影片 两张头影片 但是可以呈现很多个镜头 这都是一个简报制作的小技巧 好我们来看一下哦 杨经理那份简报做了没有 现在到我的办公室来说一说简报的内容 好这都在同一页里面 然后接下来呢 我打电话给杨经理 杨经理他就说 老板我现在人在外面 我可不可以用PowerPoint的2010简报广播向您报告 好 换到下一张头影片了 好 然后呢 然后我当时说可以了 然后因为我重点是要看到简报 不是要看到他的人嘛 对不对 你觉得老板要 要你做好的简报比较重要 还是把你带过去会场 然后一起跟 一起跟 例如说主任报告或总统报告 不可能把你带过去的 让总统知道说 这简报不是我做 是我实际做 他又根据不叫我做了 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好 所以 我只要看到简报就好了 OK 然后这时候呢 他就赶快做了一件事 就是档案底下 有一个叫全球广播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他就点选这个 开始广播 开始广播 好 然后在制作的过程 在制作过程 他其实会把简报内容直接上传到 那个微软公司的云端 然后接下来 这边会产生一个网址 这个网址呢 记住要分享连结 你现在 你现在点那个 任何一个地方的分享 一定都会有一个复制连结 然后接下来你是不是就打开你的line 打开你的line 贴上 就把那个连结又贴给别人 贴给别人之后 这个时候呢 我 我在 我收到这个 这个line的讯息 我是不是只要点这个line就好了 对吧 就会直接透过IE或者其他浏览器打开 可以想象一下吗 现在分享几乎都是这样做的 好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这边 这边有一个这个 这个 网址 这个是虚拟的 然后接下来 杨金理是不是要点复制连结 因为这都是在他的手机或平板上面 然后点好复制连结之后呢 他就直接 直接去什么地方 直接去打开line 然后去做贴上 贴上完毕之后 我是不是就收到这个line讯息 然后就点这个讯息 好 然后接下来杨金理他就只要点开始投影片放 好 在 在我已经收我这边我的画面 我收到的这个讯息呢 一刚开始的时候是正在等待广播开始 就是他点开始广播 我这边才会看到跟他同步的画面 而且几乎没有秒差 好 所以杨金理他现在就开始去做全球广播 然后 我是不是在我的 例如说IE上面 我是不是就可以看到 跟刚刚杨金理所看到的那个画面是一样的 可以了解我在说什么吗 这就是全球广播 全球广播 好 时间过得很快 另外我们那个今天这个医疗资讯学就是希望说把一个握的文件如何一致性的整理跟制作方式告诉各位 而且也会希望各位一定要按照按照指定的方式来做 虽然只有做例如说几页 可是事实上绝对请你记住 当你重复重复在做重复动作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跟我来去做联系 一定有办法把那些重复的动作至少可以透过 例如说像VBA自动化 好 好 那 Word PowerPoint 在这个地方的一些功能的介绍 我想暂时到这边就告一个段落 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的话 都期待能够收到您的feedback OK 我们今天就先 我这边就先介绍到这边 然后进行下Q&A 各位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 要课提出来了 我想呢 要提问题的时候呢 或许大家可以稍微想一下 假设说 我们今天已经要求开始大家要做报告 因为我们这一学期 在这个课来说 要求各位同学要分级 自行选定好组员 大概是六个人为一组 可能会因为说 有一些人数上面没办法理性的关系 所以有一些组员就会有七位同学 每一组的同学呢 要做两个报告 第一个报告 是关于实证医学的部分 实证医学的部分呢 那我们题目其实已经出好了 可是还没有公布 那这个部分呢 就会希望说各位同学要用到今天 这个文尊老师 所告诉大家的这些word的功能 要把你的报告 比如说要编页码 要编目录 要把比如说标题列 要把它能够标题出来 要能够很自由的来一次 比如说就能够更换数据 那这样才有达到 这个作业的目的 这个作业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其实是为各位同学 在以后要做数十页的报告 来做准备 像以后 大家一定会面临到 要做数十页的报告 比如说像刚刚 孙大阳老师就提到说 当你做了一百页的报告之后 你如果说要替换 替换其中的一些页 比如说把第五十页换到第一页 把第九十九页的图换到第一页 那大家可以想象说 如果说这个目录长就已经打好了 打了比如说三页的目录 然后要你重新改这个目录 然后包划页 那就改死掉了 这种东西可以重复一百次以上 我想孙大阳老师应该有遇过类似这样的 比如说人家的询问 所以这种自动化的功能 其实就是Word最强的部分 可是因为这些课 这些在市面上的课 要去做这些精细的交代 其实不是很容易 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别请到孙大阳老师 这个经验这么丰富 超级丰富的老师 来为大家来上这个课的部分 那像POPON的部分 那就会期望说各位同学在第二个作业的时候 就要把今天学到的这些 能够真实用上去 今天大家只要多一分演练 在未来大家行医的道路上面 就会越愉快 为什么? 因为你们一定会发现说 在你们进入三年级之后 这个时间就会越来越少 等到你们到临床之后 你们连睡觉时间都必须要省起来 要做事 如果说你们被这些工具造成 你们生活上的半角石的话 那你一定会活得不愉快 所以这些工具的教导 这些工具的熟练 其实是为了各位未来的生涯 要做好准备 大家都没有问题吗? 真的都没有问题吗? OK 那今天就非常谢谢各位 我有这个机会来跟各位分享 那祝大家学业禁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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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